各位学员大家好 我是一南天 欢迎来到易博士 医学讲堂 今天给大家讲一下 十二掌生生死历程 十二掌生生死历程 也叫做掌生十二功 古人很早就发现 宇宙的万物 运动啊电话呀发展 都是有规律的 都是有一个生死 旺衰轮回的过程 这是自然运转的规律 所谓一阴一阳之味道 世间万事万物呢 都是由无到有 再由胜而衰 然后到灭亡的一个过程 无论是有生命的 还是没有生命的物体 所有的事物都要遵循这样的规律 在我们的命理当中 考核分析八字 旺衰是有指标的 指标一共有两项 一个呢是从月令上评估五行的旺向修丑死 这是下节课我们要详细讲的内容 另外一个呢是天干的十二生死立场 就是掌声 沐浴 光带 灵观 地望 衰 病 死 木 觉 胎 阳 这个呢是从太阳 时空 运动方面来考评五行的状态 这个是我们今天这节课的重点内容 第一个是 掌声 这好像婴儿出生 草木 芒芽 初长 表示万物生长 有一个新兴向勇的气息 也类似于一件事物正式发生 也好比事业上有了新的转机和变化 第二个呢是沐浴 好像婴儿出生了 开始沐浴除够 出生的婴儿都要洗澡它 又好比一件事物 崭新风貌 或者呢 其真相本质的暴露 因为沐浴是要把衣服脱掉的 代表的是一种气罗罗的情感 所以呢 沐浴啊 也叫做咸齿 就是我们经常说的桃花 多指这个烂桃花 第三个呢 是关带 古人的成年礼 就叫做关礼 所以啊 关带呢 就代表着少年了 快要长大成年了 穿戴整齐 马上呢 走向社会 这个呢 代表着事物啊 总体向好的方向发展 第四个呢 是灵官 就好像人呢 到了青年 踏入社会工作 向做官 发财的运程 去争取 也代表着 到了 有能力 赚取 俸禄 享受 自力 更生 成果的时候 这个时候呢 心情愉快 精力 充沛 所以呢 灵官呢 也叫做路 为路神 路神 第五个呢 是帝望 这好比人 到了壮年 年富力强 走在强盛 兴旺的时期 各个方面 都达到了 顶峰 也类似一件事情呢 发展了 到了最繁荣的时候 处在 有望 转衰的 转折点上 又好比 一把刀 磨啊磨 磨到最锋利 无比的程度 这个时候呢 锋芒毕露 意义伤人 所以呢 帝望 也称之为 仰韵 就是将来的 第六个呢 是衰 事物发展 到了 旺盛 顶点的时候 必然 会走向 衰落 这是一个 自然的规律 这好像 人呢 到了中年期啊 或者更年期啊 体能 精力 逐渐就会 游望而衰 又如 一个人 对某件事物呢 开始啊 产生了厌倦的心理 第七个呢 是 病 好像人到了老年 就会 毛病 重生 力不重新 对吧 又比如 一个公司 的管理不善 人事 财务 业务 等各个方面呢 都失去了 活力 木气 层层 第八个呢 是 死 事物 消亡 气息 已尽 死了 也类似一个人呢 精神 为迷不振 消沉 到了极点 了无声趣 第九个 是 木 木啊 有两种解释 一种是 死亡后 藏人的 目的 一种是 财物 入库 储存的 象征 木 不是一个 极力的运程 所以呢 也指人在没有发达之前 才华 给埋没了 但如果有 洗神 贵人的帮忙啊 冲开这个财库 又能够 时来运转 重现 生机 这就是 木的特征 第十个呢 是 绝 代表事物 已经 消失 灭绝 表示 一个事物呢 到了 绝望的地步 虚弱 到了 极点 大运中 如果出现 绝地 那么 多数 代表这个 运程啊 跌到了 谷底 第十一个呢 是 胎 代表 新生事物 又开始 芒芽了 虽然很 弱小 但是呢 具备 生命力 又好比一件事情呢 初期的局势 似乎 正在形成 但是呢 又不是特别的明朗的时候 第十二个呢 是 养 指 新生事物 在自然形成的途中 事物呢 在 死绝之后 又开始 形成了 胚胎 的阶段 也类似于 学子 勤读 西书 准备将来 出人 投地 所谓 养精 虚锐 就是将来的 这就是 掌声 施阿公的含义 我们呢 先初步的 了解了一下 从 太阳 到 地望 这是一个阳气 逐渐在 上升 阴气 逐渐在 下降的过程 从 地望 到 绝 是阳气 逐渐在 下降 阴气 逐渐在 上升 的过程 这就是 大自然的 规律 阳死 阴生 阴死 阳生 这个规律 是任何事物 都逃不掉的 介绍完这个 十二 生死 历程 我们来看下 十天干 所对应的 十二 生死 历程 是怎样的 这个是 命理学 风水 等 素素 最重要的 理论基础了 所以呢 大家呀 一定要认真的 理解 必须要牢牢的 记住它 然后呢 我们再来 掌握这个 天干的 十二 生死 历程 这个呢 对将来 综合分析八字 是非常有用的 大家可以翻开 教程的 第四十五页 我们先从木开始吧 甲木 因为 水 是生木的 害水 生甲木 所以 甲木的 掌生 是在 害 木 在子 关带 与丑 灵 关 与 隐 地 旺 与 毛 因为 木 在农历的 二月 也就是 毛月 时候 是最旺的 所以呢 地旺 与 毛 从 掌生 害 到 地旺 这是个 阳气 在上升 达到 最旺的 阶段 然后 就开始 衰减 衰 于沉 这个时候呢 阴气 就开始慢慢上升了 因为阳气 在下降 病 在四 因为四 是火 对吧 木 生活 在耗 它的能量 所以呢 开始 病了 死 于五 五 是火 最旺的状态 木 都给烧 没了 所以呢 死 在五 木 一味 就烧成灰了 埋在地上 成了泥土 龟库了 对吧 绝于生 生 就是生经 是刻木的 假木 在强大了 生经面前 是完全绝望的状态 所以呢 绝于生 胎 于有 养于虚 养过之后呢 又一次 掌声 一害 这样 周而扶持 顺环 下去 假木 是 羊肝 羊肝 是 顺 行 掌声 前年 我们讲过 隐身 四害 称为 四掌声 子 五 毛友 称为 四 帝望 陈虚 丑位 称为 四 木 库 对吧 这些名词呢 都是从天干的十二生死历程中来的 知道了吧 大家还有没有 记得 前面我给大家讲的 那个地之的三合局啊 大家还有印象吧 亥 亥 卯 卯 三合什么局啊 木局 亥 卯 卯 三合 木局 就是根据十二生死历程来的 我们来看 亥 是 木的 掌声 之地 卯 是 木的 帝望 之地 卯 是 木的 木库 实际上呢 三合局 就是指 五行的掌声 帝望 木库 连接而成的一种气势 形成了一种力量 所以呢 地之的三合局 就是根据天干的十二生死历程的规律来的 只要您把十二掌声的顺序记住 十二地之的顺序记住 然后以这组的三合局为节点 它的前后你就能够很好的记住了 比如说您想排木的掌声 十二公 那么首先想到的是 骇 马 位 这个三合局 既然掌声 是在 骇 那么 木域肯定就会在 子 因为害子 丑 是按顺序排列的 这样来记它 就可以了 我们知道 木库 是在 位 那么 觉 就会在 身 因为 位 后面一位 就是 身 就是这样 推出来的 我们再来看上 火 火的三合局 是什么呀 大家还记得吗 是 隐 五 须 对吧 按照我们刚才的方法来推 掌声 在 隐 地 往 是在 五 归 库 是在 须 只要 记住这三个 你就能够记住 所有的 十二掌声 生子 立成 雾土 和 丙火 他的 十二掌声 立成呢 是一样的 完全一样的 所以呢 把 丙 和 雾 合起来 记 都是 饮 补 须 三合局 那么 金呢 什么 和 金 与 四 有 丑 和 金 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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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与 三合 三合 与 掌声 在 身 地 旺 在 子 归 库 于 尘 大家 勤加练习 就能够把这个 掌声十二供的顺序 很好的记住了 掌声 沐浴 关带 灵关 地望 摔 病 死 木 绝 胎 养 很好记得 对不对 然后呢 再记住 下面的 四个 三合局 亥卯位 和 木局 银雾 虚 和 火局 四有丑 和 金局 生子城 和 水局 将来记忆 我们的课程啊 都是 环环紧扣的 如果每一节课 都认真地听 认真地学 那是很容易记住的呀 对吧 关于 阴干的 十二生死历程呢 我们暂时呢 不用去记它 我们现在 只讲 阳干 因为呢 阴干的 十二历程啊 是逆排的 是返回来的 算命的时候 是不准的 我们现在 只要 记住 阳干的 十二生死历程 就可以了 我们还可以 接合这个 掌绝 来记忆 十二地支 刚好是 对应 掌生的 十二功 我们就以 这个 甲木为例吧 掌生 在亥 沐浴 在子 关带 在丑 灵关 在隐 帝望 于毛 摔 于尘 病 于四 死 于五 木 于胃 绝 于身 胎 于有 亚 于须 人水呢 也是同样的道理 水的掌生 是在身 沐浴 在有 关带 在须 灵关 在害 帝望 在子 摔 在丑 病 在淫 死 于毛 木 于尘 绝 于四 胎 于五 亚 于味 大家按这个 循环的规律 来记它 多练习几遍 一直到很熟练的 使用它 好的 这节课就讲到这里 谢谢大家